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过现在即便是拥有大礼盟资历的投手来台 也不一定是品质保证 有时更重要的反而是羊头适不适应台湾的天气气候 打球的风格与文化 这样才能在异乡发挥出自己最棒的实力 单就本场比赛来看 范米特的球速虽然没有特别快 但控球还算不错 几乎都能够把球压低 变化球看起来也蛮有引诱性 当然要以一场的表现评论整计是太急了些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 有这样的出登板成绩 确实能让教练团的心中对他更放心些 目前富邦的羊将除了范米特和霸蒂斯外 另一位已经来台的艾斯凯 近几日预定就会登板 威迪斯则是调整不及 预定要到四月中才能出赛 而罗莉和优马更是最近才抵台赶不上开季 因此没有意外的话 富邦将会以范米特 霸蒂斯和艾斯凯作为开季的三名羊将人选 加上热身赛投球内容不错的郭敬林 以及本土王牌江绍庆 富邦的开季轮值应该会由他们两个人 加上范米特、艾斯凯卡位 剩下的一席也还有陈士鹏、陈红文 以及其他年轻豪手竞争 届时邱总会选择 谁来单纲开幕战先发人选也令人期待 你觉得范米特本技能拿下几胜 防御率又会落在多少呢 在底下留言处和我聊聊吧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啰 拜拜 那上个半局范米特因为投太快了 所以来不及讲他的那个 就是说他在隔离期间 他也自学了一些中文 所以他会讲你好 感谢观看